在重庆取的一场干净绿绿罗的胜利,鲁能在击分榜继续紧要北京国安位置自习,从本场比赛开始,鲁能将再次迎来魔鬼三城,15天内连续进行5场重要比赛。 这对球员体能和战术应变是一个考验,此一,鲁能与上一轮对郑国安时相比,紧在左后位位置上进行调整,这些奇加盲的万元格德斯仍没有获得出场机会,鲁能若想再魔鬼赛程,终取得不错的成绩,人员轮化是必不可少的环节,主力轮化是在必行。 虽然比赛之前天降暴雨,但重庆的天气依旧闷热,球员们在场上跑动,两三个回合就能湿透一惊,由于鲁能征换的国安和上岗的一直保持较好状态,鲁能对这场比赛不敢有丝毫打意,主教练李小鹏没有到面积轮换主力队员。 本场比赛,李小鹏只对手把做出一处调整,总龙出任左后卫,张池担任替补,球队主力左后卫郑正因伤仍然作弊上关。 赛后,郑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现阶段还无法参加高强度比赛,需要更多训练去调整状态,郑正无法出场,让球队在左后卫位位置用人捉襟肩肘,宋龙和张池虽然表现比较稳定。 但整体实力无法和阵阵相比,除了伤病,黄牌因素也可能影响球队人员轮换。 目前,鲁能队中有多人累计三张黄牌处于停赛边缘。 本场比赛面对对手反扑,中场大将经济到多次被迫采用战术犯规,若不是主裁派手下留情,他下轮或许就会累计四张黄牌停赛,哥德斯绪做好准备。 从昨晚与重庆队的比赛开始,一直到8月25日对阵广州恒大,鲁能将有五场比赛。 在这五场比赛中,有一场是足球队对阵大连一帮的罢决赛,其余四场都是联赛。 对手机有华夏幸福和广州恒大这样的强队,也有贵州恒风这样的枯竹。 鲁能面临着压力不小,现阶段,李小峰仍然使用佩莱和塔尔德利的封线组合,佩莱赛前起到支点作用。 塔尔德利有意在佩莱身后串联全队进攻,鲁能信外援格德斯,但是还无法承担请位球队攻城拔战的重任。 从训练中的状态来看,格德斯已经具备参加高强度比赛的实力,但他还需要适应中超连赛的节奏和尺度。 对于他本人来说,假如塔尔德利或者佩莱需要龙幻,格德斯只有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比赛走势的作用,才能让鲁能在进攻端保持进攻效率。 版权声明,您设计版权问题,请作者持权数证明,与本网联系来源,济南日报。